如果时间可以回到过去 我真心希望 可用最真实的面目 再次与你相遇 你不要看错吧 那是宗宇宇吗 怎么过去的 怎么了 我做过的话 但是可多了 我不要听 因为你知道我太多秘密了 所以我要把你拴住 你这傻瓜 我宁愿你再狠一点 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你了 因为一开始这一段爱情的结局 就注定是一个悲剧 报告上期已经都准备好了 差不多三十分钟就可以开始彩排 但是 怎么了 朱莉也找不到了 这个 跟你 好啊 好 来 谢谢 好 沈总 你输了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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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一起 来 怎么 樱莉也没和你在一起 不知道 得急 来 拉好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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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找我 你找我 这场游戏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收到收到 好的好的 我叫冯凌凌 成为设计师 一直是我的人生目标 而没有背景的我 只能在发表会中 看看临时的服务商 但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距离我设计师的梦想 要迈进小小的一大步了 来 欢迎来 让大家 到一下 到一下 你今天表现了 那谁 你叫什么 我是要冯凌凌 你去帮我倒杯咖啡 好的 小心点 不好意思 亲爱的 还有吗 还不错啊 加油 还好 怎么样 挺好的 坐 这支车机啊 大家非常满意 那她表现怎么样 今天挺正常的 正常 正常 放心吧 好 走 走 总是长这么快就离开了 你未来有媳妇朱莉 还有鸭筹秀呢 说不可惜啊 哦 儿子 不要耍你老妈了 总是拿朱莉叶当挡箭牌 妈 我对她可是真心的 哼哼 这话你敢说给天上的老爸听吗 改天我们好好聊聊 好 我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女孩 才能当我们沈家的儿媳妇 先生对不起 先生对不起 我可以帮你洗 你要不要先把我 好 沈总 后台出现了一些解决状况 需要我们马上过去处理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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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助理 居然把衣服弄坏了 现在还反过来问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一致被当红模特朱莉叶 小助理 小助理 我是助理设计师 你搞清楚 衣服是你自己撕破 为什么挂在我头上 你这还称得起专业名模吗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被演完整今天的秀了 柳青 你又惹什么祸了 还是首席设计师名道理啊 小夕 这祸不是我闯的 是她的错 明明是她把一服撕破的 我吞不下你们这样论罪我 现场上都是认真都看得清楚啊 曾天你不还我一个公道 我告诉你我就不上台 来 来 怎么回事 董经理 石宽 你快看看呀 你们公司一个小助理 都可以在家我 你到底管不管啊 你自己看一办吧 助理议 来 助理 刘青 在我找过助理议之前 你必须把这些音笔搞定 今天的秀一定要实力完成 还有十分钟时间 你自己看着办 大熊 帮我 你干吗 青姐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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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 快一点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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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快没来不齐了啦 你 开放下 快点 来帮我 怎么办 你突然感谢我 你突然在那里 有些人的原声 可以犯了吗 我快 beside你 你这是一个番寄的 现在次跟我大家 是女生一然后 你今天跟京子 你什么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机智让刘青翘锁的冲动成了最后的亮点 她的气度变得印象深刻 但明明是人连都羡慕的贵公子 为什么在我的眼里 她的背影却是那么的孤单 来 吴老板 翰老板 斯 roller 谢谢 好久不见了 谢谢 邰老板 小老板 恭喜 恭喜 庆祝一下 好 一 二 三 大疆赚大钱 好棒 好 好 干杯 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家老朋友 机车阿本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几次开头的服务装集团 就在日前 他们新装发布会上 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谁 是太子爷 沈某某的灰姑娘 在我们摄影大哥 精心捕捉之下 为大家呈现了 几组精彩的照片 第一张 沈某女出走在她的身上 赶紧背叛 第二张是我拥有八二续 第二张是 第三张是 沈某 摟着某知名被我离开 不愧是我们的 连燕贵公子 一百匹四女 锁定我们的八卦 我们二名追 追追更精彩 拜拜 一个助力业也就算了 现在一口气多了三个什么灰姑娘 立刻给我调头去公司 哎 大家注意 清姐来了 我把手机给干掉了 哎呀 说什么呀 我当时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之后 硬着头皮上场啊 对不对 那还是很棒啊 你肯定就是那个灰姑娘 什么灰姑娘 清姐你不知道吗 什么 就是这个啊 这是我们集团的女生吗 对啊 好像没看过 看一下清姐 我们也在人肉搜索她 看看哪个狐狸精感不倒在太子野身上 香手洗好 好 董事长好 董事长早 洞瓶啊 我好久没来 最近好吗 挺好的 谢谢董事长关系 嗯 董事长 嗯 我有点私事 想找你单独聊一下 王董 我想请你帮个忙 让我女儿去公司吧 她也是学服装设计的 公司什么职位都好说 但是要做设计师是要有实力的 你这样子走后门 你不觉得不光彩吗 你就看在过去 我为你背黑锅 成全你的份上 你帮我女儿一次不行吗 哎你这胡说什么啊 我跟你有什么瓜葛 我这一生也就算了 可我希望我的女儿有个好的未来 过去的事情 我无怨无悔 你就帮她一次 帮我女儿一次好不好 哎你是不是疯了 什么无怨无悔的 又是背黑锅的 你不要乱说话啊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你不要乱说话啊 快来人哪 快走 妈 不要动 都可以动的 没关系的 我要去上班 这只要不沾水就可以了 哎 我 不要动 妈 我去代班好了 你需要静养 不行 太辛苦了 你会受不了的 我可以先磨练啊 搞不好有机会进到设计部门 参为设计师 请你争口气 不好吗 辛苦你了 虽然只是一个清洁工 我终究还是进来了 我梦想中的一路了 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好 新来的 是 喂 我来帮你 这水汁不太好 会塞住 转一转 就好了 好 谢谢 不用 其实我是那天 小街机呼叫小野猫 目标已经出现 存在好 小白兔进入警戒范围 二伙儿 收到 收到 小野猫马上张开猎兔网 开放 小野猫呼叫小飞向 小白兔快到了 请守住猎兔 大女士 大女士 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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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太子爷还没来 你女孩子已经疯了 你说 太子爷是不是外人迷呢 可惜呀 她可是个怪态 喂 坐 安姐 这是谁啊 哈喽 你好 我叫雅妮 她呀 她是来我们这个清洁部门实习的 清洁部门也能实习吗 为什么不能 清洁部门也是本集团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如果我们罢工了 外面的人憋死了 安姐 她是谁啊 你好 我是宁宁 她呀 是罗沈的女儿 罗沈昨天摔了个骨子 所以今天女儿就来替妈妈开工 太起研来了 太起研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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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起研来了 我们也就冲人了 哎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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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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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 笑一个 不要放手 谢谢 谢谢 放手 放手 哇 好漂亮 好值钱啊 嘿 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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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我 我 好 好 好 这位是 我是今天服装受押着演出的助理设计师柳青 你好 原来是你啊 嗯 小冬 资料 柳青年龄二十四岁 福州人 入职四个月 助理设计师月嫌三千元 三围 小湘 室友 柳青 新装发布会上不听上集的指挥 为公司的代理人朱丽叶发生争执 便自作主张地向台发表压重作品 那么我的结论就是 因为你的冲动作为 让一齐位追加代言费给助理议 共计五十七万九千两百四十六块 这不打准 当日的服装赞助厂商也因为主压轴不是助理议 而撤掉一大半的赞助费 共计五十六万三千两百四十六块零两毛 那两毛就算了 虽然服装秀在你的创意冲动下完成了 但仍无法弥补后续的损失 所以柳青理的惩罚就是 减薪三个月 并暂时解除助理设计师职务 成为肖像的行政助理 肖像 好好磨叻它 好的 总经理 总经理 我念你有设计的才华 而且这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 不要再给我理由帮你搁置了 去吧 是 是 我 沈时宽 在你们眼中有着醒乎绅士的贵公子 其实啊 我只是个可怜虫 世界这么大 却只有这个天台荣的下午 在这里我不是什么公子跟总经理 没有武装 没有面具 只有在这里我才能让生活回哥单纯 甚至是 白痴 没看到人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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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可能有人上来 我见过他吗 好面熟 好可爱 张经理 这是第一次有人闯进我的天台 看着他因为出球而害羞的表情 我的心里面竟然有一种甜甜酸酸的感觉 这样的心情我并不是很熟悉 不过很确定的是 我的嘴角却一直忍不住地往上扬 好可爱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用手帕 常在洗手间看到你洗完手后 也是用手帕擦锁的 但我只是猜猜而已 那你会觉得我很老土吗 不会啊 我觉得这样很好很环保啊 我只是用手帕用习惯了 然后觉得纸巾有点脏 但以前很多人会笑我说 我很老土会很怪癖 所以我看 才不会呢 我觉得这样很特别 尤其是你那天在发表会的表现 你真的很棒 你怎么知道我那天发表会的事 你是那天帮我的服务生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很面熟 我今天真的谢谢你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喝酒 不开心了 你在说什么呀 不会 我才要谢谢你呢 给了我一个十分钟的设计师美梦 你也是当设计师 是 我以前是学服装设计的 嗯 可以听到一吹这样的大公司 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那你怎么会当清洁工呢 那是因为 来来来来 一块喝 一块喝 来来来来 一块喝 来来来来 十五 你看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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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发走了 她走 她走 但起码 我已经静静的E卫食了 你也是 有没有没有 不用 没关系我来 好 好 都冲好了 嫂子 去个宵夜去吧 好酒量 一会儿咱们再喝了 我为什么总是想起她呢 好奇怪的感觉 明明很陌生 但却很熟悉 杨妮 我特地叫朋友 替我去大酒店里 买了这个 这个马卡龙 还蛮贵的 请你吃 不必了 安姐 不必了 那么贵的话 你留着自己吃吗 哎呀 我特地买来给你吃 你去吃嘛 啊 好啊 谢谢 我呢 就是有点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这一次呢 特地从美国回来 要到我的清洁部门里面做实习 还有啊 为什么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你是这个集团的小公主 你是这个集团的小公主 我可以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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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哦 好累哦 对哦 今天董事长好像说要回来办公室一趟 哎呦 难怪 哎 今天下达了一道命令 说我们要清洗整栋大楼 哎呦 累死人哦 哦 董事长只要一回来 就会先洗这风暴 啊 何止 简直是龙卷风 哈哈 哈哈 我可以帮你洗 你要不要先把我 原来是他 是偶然 还是缘分 我的心为什么有股暖流化过 很陌生 很温暖的味道 王董 您来了 王董 嗯 来 请喝茶 都是您喜欢的 哎呦 我说啊 我们家十块 如果有小冬这么细心 那该多好呀 看您说的这还不都是应该的 来 您请 好 谢谢 这个外面那个什么 灰姑娘怎么回事 妈 那已经是旧闻了 哦 那好 你还记得你爸的临终遗言吗 没忘 三十岁之前结婚生子 三十岁必须要结婚才能够继承公司集团 来 这几个女孩 你就看一看 挑个顺眼的 我都顾虑过了 个个都是门当户对 妈 我没忘记爸的一言 不过婚姻可不像在宠物店里选宠物 随便挑就好 这可是要看缘分的 这几个对象总好过那几个灰姑娘吧 而且你爸的这份遗嘱可是有法律效力的 我看你啊还是热命点接受政治婚姻 你说这么多还不都是站在自己立场 我知道一旦我继承了集团 你就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不是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在你心目中 我这个做妈的就这么唯利是图 不是吗 二十年了 我跟你爸从台北来到深圳 打拼了二十年 你那时候还小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 才有今天这番局面哪 喂 好 接进来 阿盛周董 你好 好 没问题 妈 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过退一步 不要政治婚姻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找合适对象 好吗 好 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你必须要在三个月内达到这个目标 另一个呢就是要熟悉公司的业务 而且得到我的认可 所以时宽啊 你要在公司找到你的对象 否则你只好乖乖听我的安排 去相亲啦 好吧 应为定 我以母亲还有董事长的双重身份 在这里正式宣布 从今天起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我沈家未来的儿媳妇 自己好好加油 嗯 姐姐 我是支持你的加油哦 我看公司就你最有资格 好好努力啊 务必把那个铺档女找出来 还有 严密监控每一个灰姑娘 是的 您放心 那么点 还穿公主裙子 你们都画得好漂亮哦 有没有包红借我一笔啊 �不了 哎呦 你不用啊 你去胶点 不用 然后就 借我 好 总经理 来 谢谢 不好意思 这是骂厕所用的 骂厕所 总经理 我知道呢 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我相信老总裁一切的安排呢 都是为了咱们集团 和总经理的未来着想 所以我希望呢 你以大局为重 努力 加油 并且祝你 顺利地成假立业 这才是老总裁的遗愿 我知道了 韩姐 我请你提醒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啊 韩姐 你说嘛 不知道总经理 你介不介意 我的脸呢 你干吗 来呀 你算老的 跟我争 没人都没 走啊 你探索 我去把你回家 有时候怎么去话说 嗯 啊 啊 这个是 对啊 我做的 喜欢吗 怎么连你也做这种事情 总经理 我来了 我也有 总经理 请 行了 总经理 可能被我迷上了 就是这个味道 对不起 总经理 你怎么了 干吗把稳图拉上来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对不起 这办公室你全部都疯了 梁安姐也是 整间办公室弥漫着一股烟脏气的味道 我还不能复兴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经过你身边的时候 就不由自主把你拉上来了 不由自主 我好久没有听到人家真的说话了 那你现在好点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我 我想应该是吧 可能是因为你身上的 味道 我身上的味道 应该是洗衣粉的味道吧 对 就是那种 衣服晒不太阳 温暖的味道 真是很正常的味道啊 被你说的好像是 什么名牌香水呢 我就是被那些名牌香水寻上来的 那好吧 如果这个味道可以让你放松的话 借你闻一下 怎么了 我觉得我这样像一个猥琐的大叔 其实 不是吧 我比较想当欧巴 其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来 我教你 好 转身 对 手张开 然后呢 来 开出太阳 开出太阳 嗯 然后吸收太阳的温暖 我就会充满阳光温暖的味道 不 你就会像瞎子 开我笑开我笑 好好好 来 任正能 任正能 来 你确定 是 好 手打开 右脚 放起来 来来来 小一点 上 上下 上屋 上坐 上 上 上 下 下 下 上 上 上 下 下 上 下 不得了啊 把我骚了 我才骚骚了 我就知道 每次东宾进一趟 还好我躲很快 每天上班好像逃难一样 小冬 帮我上达指令吧 我明白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即日起 公司全体员工 在上班时间 禁止农庄艳没 禁止奇装艺服 禁止色药总经理 为者 展立决 谢统荣温 包括男人 走开了 在他身边 我总会有种莫名的幸福感 还有说不出的安全感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难道 这就是爱情的感觉 我可以就这样喜欢他 爱他吗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不安 把这个话不安 你也想要 你也想要 她还是想要 她说 到底是什么 她在身上 她在身上 你也想要 我还不知 我还不知 谢谢妈 我 干到他怎么办 周董 这是我们这次的合作案 你觉得怎么样 沈总 关于这是联合发布 我们总体还是满意的 我希望创意可以更大胆一点 当然你们集团能够提出 提供更好的设计师 或者其他的设计师 给我们重新选择 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当然我们不是否认 萧首席的工作 是这样子 周董 我们公司那部最近在举行设计师评鉴 所以估计可以选出有潜力的设计师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好 那我们就预祝合作成功 那是一定的 行 那我就走了 好 来 我送你 这个校长 您跟小冬有心一起讨论一下评鉴会的事 周董您慢走 沈总安排了有任务啊 董经理 董经理 什么事 我是 刘金 你记得我 当然记得 帮公司亏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忘记 还有什么事吗 这是我做的手帕 希望你会喜欢 小心烫哦 谢谢你的咖啡 总经理在加班 你也在加班吗 这么明显吗 我已经很低调了 原来你也想当太子妃 我才没有跟他们一样那么肤浅 人少来了 我只是相信 认真努力的女人最美丽 所以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他就一定会看上我的 像总经理这么优秀的高肤税 难道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会喜欢 怎么可能 我只是个清洁工 总经理高高在上 怎么会看上我 你不要这样说 你每次都这样说 很烦耶 不过你真的喜欢他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们是好姐妹 可以跟我说 我们可以一起公平地竞争 不可能 我只是替我妈妈代办 我连赛赛的资格都没有啊 但是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哦 加油 加油 哎 哎 跟你说 但是我总 总经理了 你问你 为什么你这么狂样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笑不笑呢 不会 不会呀 讲课 我看阿姨你跟习宽都没什么进展 是有什么问题吗 又还担心了 不过我会加把劲 跟家庭合法有关系的 不够不够 你啊就是太矜持了 做女人就是要身段妇孺柔软一点 还有 名枪易朵案件难防 你懂吗 有时候看得见的还好应付 最怕的是看不见的 阿姨您说的是上次的铺刀女 到现在还查不出来 哦 这个你放心 我会帮你处理的 最重要是 你要真心搞定我的儿子 好的阿姨 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大哥呀 你怎么才来呀 你又都快恐慌了 小冬啊 你是我们的事啊 啊 你继续玩吧 搞什么 小冬小冬我们继续玩吧 小冬小冬我们继续玩吧 这这这这这 哎呀 对了 走 走 老公 拜托 妈扶着 妈扶着 不认识 还好啦 嗨 早 你好 清姐 有没有看到这一只八卦 威姑娘一号发尚皇太后 什么东西啊 她想嫁给皇太后吗 她不知道母子俩不合吗 这种俗俗就不擦错大腿了呢 孩子快点 全都不行 重做 总经理 为什么在画小狗的衣服 公司要开发新的产品吗 走 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事务还在上班呢 只工手术的帅 走 你不要看错吧 那是宗宁吗 怎么会是她 是她吗 那不是走厕所的吗 陈瑶基 小黑相夫叫小野猫 小白兔戴着 陈瑶基 陈瑶基 这是唱的哪一首啊 谷歌 小白兰戴着 你快跟我来啦 我们也不知道 别怕 她们不会咬你 你看 报告 来 你看 这么可爱 他还笑了一只眼呢 是啊 这个吗 对啊 你怎么会叫他报告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是台语 黑狗的意思 但它不是黑色的啊 以前我养一只黑狗 它是一只流浪狗 可是我妈对毛过敏 所以就把它送到流浪动物之家 但是过没多久之后呢 那是顺便回事了 所以你才会开始在这里做义工 领养它们 都是为了设念我告诉你 在我孤单的成长事业里 我会开始是我的慰藉跟陪伴 所以我现在只要用义工的方式 来回馈流浪狗 给我的安慰跟温暖 对不对 乌钢 走吧 好吧 我们现在不来六五的 我们可是来当狗公仔 开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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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了 是 我拿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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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加一个房间的方案 你能够上 这样吗 这样 这样 有一个口 这样 也可以啊 这里画个耳朵 嗯 这假的 这又不好 好啊 怎么做小狗的衣服 可以那么可爱啊 那好好玩 臭相 严严 不要再亲戚不门工作 够得到吗 因为你知道我太多秘密了 所以 我要把你删住 我又不是偶告 你删住自己好了 你是我的宝贝 是你让我心倒退 不行 差点忘了这个戒指的意义了 来 各位同事来注意一下 现在的总经理有事要宣布 各位 今天我一项重要的人事命令要公布 请进来吧 来 大家好 我是冯玲玲 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冯玲玲已经通过个人严苛的考验 即日起他担任我个人的特别助理 韩晓东身为首席特助 命令即刻生效 健康 冯玲玲 冯玲玲 Kuji 你这位虽然是你们沈家的 但公司总是有制度的呀 那冯宁宁她凭什么 凭哪一项进到公司里来的 冯宁宁也是国庄设计本科毕业的 而且她画的东西我看过 你这点说服不了我 像她这种条件的满大街都是 除非你亲口告诉我 那冯宁宁她是你沈公子的女朋友 我就认了 我们公司不是有设计师评鉴吗 甘许反而例如这次的评线人选 行与不行我们让陈建人说话 来来来各位同事 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今年的我们公司和ALA集团的 品牌合作项目呢 应周董的要求必须要有新鲜的设计元素加入 所以公司今年的设计师评鉴提前举行 参加的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 柳青和冯宁宁 比赛的规则呢是这样的 由他们两位分别为对方设计一套装 参加一周之后的评鉴大赛 评委呢就由我们的董事长总经理 以及销首席来担任 比赛的事宜呢就是这样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销首席马上要飞复首尔 参加首尔时装中的开幕式 所以呢在销首席不在期间啊 公司的大小事宜 请向我韩特助来请示一下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有 有 看来大家都没有问题 再会 请 请 好厉害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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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西元的手 thi 已经选择了 加油 一起加油 我不会让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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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等一下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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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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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雅琳 你还躲 你在这里干嘛 我又没躲 没事跑来这杀鬼混干嘛 这还不够明显吗 我在帮我的未来当小呀 早有什么事了 喝了这杯酒 我们就是盟友 不喝这杯酒 我们就是永远的敌人 爱他 照顾他一杯子 爱他 照顾他一杯子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爱他 照顾他一杯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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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陪我来 爱他 照顾他一杯子 爱他 照顾他 其实不会了 我发觉我自己也开始喜欢小狗 还有 爱他 要照顾他一杯子 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爱他 要照顾他一杯子 爱他 照顾他一杯子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 心理善良的好女孩 如果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善良的好女孩 你在说什么 难道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你敢说你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坏事吗 我做过的坏事可多了 我不要听 这种乖 那么晚了 还打电话过来 乖姑娘 不知道十二点就会消失的吗 我得盯静一点 又行 你更快 她们的主编 我们只要 さん 关于 当于 它 其實我真的很想你 我也想你 好 那晚安囉 晚安 每當我想疏遠你的時候 你總有辦法把我拉回你身邊 這麼的毫不猶豫 也沒有防備 因為一開始這一段愛情的結局 就注定是一個悲劇 可是 我為什麼 總是無法拒絕你的靠近呢 我的設計圖畫得不錯呀 那是啊 小彤哥 這次評鑑怎麼沒有我呀 那是因為你之前跟我關係不夠好呀 不然你以為那個馮妮妮怎麼上去 說真的啊 晚上有空沒 陪我出去喝兩杯 你少來了 那天太子爺拉著馮妮妮出去 大家都看到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媽 還有柳青嘛 柳青怎麼了 我告訴你啊 你再鬼手就跟你發生關係啊 大花 你咬來吧 你自己遇到 你又有什麼感覺啊 你咬到 心裡 沒什麼時尚 你太過不見了 你咬到 太子爬了 你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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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咬到 你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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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沈总 都已经准备好了 萧淑姐打个电话 已经入关了 还有半个小时到县城 她让咱们先开始吧 好 董事长了 我们就开始 好的 妈 希望今天的评鉴会够精彩 才不枉费我抽时间过来 放心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没事吧 开始 好的 妈 妈 当年偷你设计图 伤害你的人就在外面 你放心 我可以的 第一次为服装 您录品节会 现在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 冯宁宁 她身上所穿的是 柳青设计的 今年流行的 低调奢华风格服装 二十年呢 还是同样的手法 接下来 出场的是柳青 她所穿的是 冯宁宁为其设计的 岂有此理 原来公司养的copycat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 看来今天这个局 都是针对我而来的 应该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吧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这么有心机的接近我儿子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带走你儿子的心 我就会离开 你未免太自信 看来我儿子并不领情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 需要我跟大家分享 好吧 你说 帮我妈妈讨回公道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你 失去你儿子的心 你是最了解你儿子的 伤害我 形同伤害她 所以我会离开 留下所有的谜团 让你自己去面对你儿子 对你的怨恨 我问过我妈 我问过我妈 那个时候 日子过得那么苦 为什么不拿这个去典当呢 我妈跟我说 这是她一生之中 和我一样重要的人 送给她的东西 就算再这么苦 也不能当 我妈妈 以后 以后 要给闺女 做全家吧 在我妈妈的故事里 永远有一个 最坏的女人 和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长大后 才知道原来这两个人 是同一个人 我还要再想 我还要再想 怎么下最后一步棋 离开十块 谢谢您 帮我打开这扇门 你 二十年前 你的闺蜜偷了你的设计 却带你飞上这头 他真的得到幸福了吗 二十年后 我背负着你的怨恨 就伤害一个深爱我的男人 却换来这一场两败沮伤的结果 妈 我们真的赢了吗 还是大家都输了 谢谢大家 凌凌 凌凌 妈 我替你抱球了 我们抱头了 我们成功了是不是 可是你为什么 一天都不开心呢 为什么我的血那么痛 你知道 他看在 你怎么还 他是不是觉得 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妈 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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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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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我不敢让你 让他上一辈子的恩怨 真的对不起 妈妈错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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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叫紙 再放下 我的手 我都喜欢 多 asked 小肖子 我来偷吃 我不能够 为了我们的儿女 下一代的恩怨 就到我们这儿吧 要让儿女看笑话呢 我们吃菜 吃的最喜欢吃的菜 我最喜欢吃的南醋 好吃吗 哥 我可以证明 证明这一切 都是老妈联合肖香 演的一场戏 我还不知道怎么的妈妈 但刘青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天是肖香约我去喝酒 要我一起跟她陷害妮妮 但我不想说 我把全部的事情 给妮妮讲 是妮妮要我将近救济 完成这场戏 她说这样才是 帮她最大的忙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 你明天要离开我 我最害怕的事情要发生了 什么 你们俩不是有好好的吗 她为什么突然间要离开 因为她也不够狠 但这对不是好事 因为她动真心 长经理对不起 但你刚刚说 您离开你是好事 这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现在耽误自己 是赶快把她给找回来 肖香纯 你还要什么话说 我错了 我错在小看闺蜜的感情了 我愿意接受惩罚 我愿意接受惩罚 单纯 你刚刚成功挽回我对你最后一丝丝的赞赏 从今天起 我叫你为设计师 跟柳青平起平坐 你就好把心思放在设计上 当作是赎罪吧 谢谢总经理 等一下总经理 我刚刚有听错吗 我 我身设计师了 我身设计师了 你不能出去吧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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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谢谢总经理 你也去吧 是 凌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心界 让我习惯了爱情的滋味 因为你的神秘 让我的心开始为爱而跳动 不够狠心的你 离开我 你就会觉得好过一点吧 你这是傻瓜 我宁愿你再狠一点 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你了 哥 我哥 我哥 老哥你知道吗 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的责任 但我得解开我妈妈的心结 你让我自己 我不想伤害你 我跟自己 没有一颗心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顧它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它 我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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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時間可以回到過去 我真心希望 可用最真實的面目 再次與你相遇 沒有偽裝 沒有心機 沒有恩怨 沒有交情 沒有算計 更沒有預謀 你 沒有 這樣的我 還有資格 再愛你一次嗎 沈世冠 看你還逃不逃 我 看你還逃不逃 有个女孩 由专而来 只是想要从一个母亲手上 抢走她儿子的心 为了 只是想帮母亲讨回公道 但谁知道 女孩越将真心 遗落在男孩身上 有个男孩 因为从小得不到母亲的关爱 所以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 却遇到一个新兴女 让她重新学会怎么去爱 重新去感受心跳的感觉 如果女孩离开了 男孩的心也会跟着死去 所以 灵灵 我希望你一辈子对我耍心机 不管别人眼里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都不在乎 因为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 那你完蛋了 你这一辈子也逃不了 你这一辈子也逃不了 因为我会用尽心机 把你的脏子水 我来不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